感謝這裡學生 感謝工作 一位阿嬤滿懷感激 感謝學生和區公所幫忙打掃 山崇區正義南路29號 也就是俗稱的29街 由於這棟大樓弱勢民眾聚集 加上欠缺管理 導致環境髒亂不堪 日前在區公所的安排下 山崇山公出動70位私生 大家戴著口罩 拿著手電筒摸黑打掃 氣氛相當溫馨 蠻荒涼的 可能就是被大家遺忘了 就是跟我們的生活數值落差 感覺是差蠻大的 我們只有想來打掃一下 就是幫忙一下 29街可以說是 山崇區公所的燙手山魚 不但環境髒亂 隔間也暗藏危機 雖然區公所已拆除部分的木板隔間 但後續還有污水排放等問題 需要解決 為了協助改善社區環境 山崇山公私生不畏艱難 熱心工藝的服務精神 讓山崇區長劉來通相當感謝 這一次是非常難得的機會 就是我們山崇商工 尤其我們林校長 他非常的支持 也鼓勵他的學生 能夠投入社區的公益服務 所以透過公所跟山崇山公的合作 那我們請學生師生來到29街 來幫內部再來做一次環境的總清掃 相信在區公所大力整頓 及學生的熱心協助下 29街的居住環境很快就能獲得改善 讓住在這裡的弱勢民眾 也能享有都市化的生活品質 凱博大台北數位新聞 羅倫宏採訪報導 好